大家好,我是美玲,歡迎收看第一時間 與你分享近期一些重要的時政熱點消息 和國內社會民生新聞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話題有 網傳武漢照開緊急會議 案64標準存置,一人上街,三代牽連 中國醫保基金僅剩6300億元人民幣 中央保健委員會有多糟? 兩萬億外貿仍如貧空消失去了哪裡? 習近平希望一批李克強時期的高級官員 留下來輔助新班子 但他們選擇主動退出,為甚麼? 中共兩會前夕 大陸多省爆發左右退友工人發起的大規模爆發運動 其中以武漢和大連的聲勢最為好大 網絡消息盛傳 近日武漢召開了緊急會議 對遊行集會人員要按天安門64標準存置 一個人去三代首千年 星期日前往解放公園 和中山公園的公交地鐵全部停溫 各單位都派人到基層為人 當日凌晨4點警察特警等早就到位了 同時還有湖北人民接到湖北省 醫保局群發的為人簡訊 但從中共反映出 全國醫保基金僅剩6300億元人民幣 我們可以算個像 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有2.8億左右 不斷每人平均醫保金 就只有2000多人民幣 本來就不多了 但問題是中國醫保實行雙軌制 中國的退休官員以及其家屬同同二代三代 群體要佔有90%以上的醫保基金支出 這樣一算下來 真正用於普通老百姓身上的醫保基金就更少了 而這亦是老人們上街鬧事的罪基原因 而且2月16日中共官媒中泛民致包 中國醫保基金向連因動態清零出現巨大規控 中共社科院公共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黃鎮透露 2022年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含生育保險 收入超3.06萬億元 支出2.44萬億元 當期結餘0.63萬億元 也就是說3年清零 從中央到地方 將醫保基金快逃空 2.97萬億元被核酸疫苗吞細了 地方財政根本變不出錢來 填這個巨大的醫保合同 只能不分清紅造白 撞掉普通市民的醫保經費 於是就有官媒出來洗地 一些人認為個人帳戶裡的錢就是個人自己的 這是概念上的誤解 當然不是他們自己的 因為大多數的醫保金不是用在普通職工身上 而是用在領導幹部身上 又在保密本門工作的網友爆料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由丁市場負責的中央保健委員會有多牛 去年一年 中央保健委員會就獲得了164億8千萬元的中央財政撥款 而相比之下整個湖北委建委去年一年的中央財政撥款 才負51億6千萬元 也就是說不超過1,000人的中共高級幹部的保健費 是6,000萬普通老百姓醫保費的三倍 網友發分表示丁市場應該被問責 還有網友說 從山東債下230億元巨資 狂見靠20萬人居住的房創 就可見一班中共各地當局是如何揮霍醫保基金的 網友描述山東去年年底疫情放開之前 大規模借230億元在省內各地建立房創醫院 完成後可用納20萬人同時使用 當時大多數房創未員工只有個別投入使用 沒幾天放開了沒事了 只留下那些宏偉壯觀的房創 靜靜地送納在凍天的航風中 目前拆除工作已經開始 兩個月都還未查完 另外這兩天中國2萬億美元實踪的消息 在各大社交媒體引發關注 問題最初是著名經濟分析師 盧曼數據發現的 他在2月9日的微博寫說 在2020到2022年3年清零期內 中國全口徑貿易信差 計高達18,977億美元 但詭異的是如此龐大的信差收入 居然消失了 沒有在任何宏觀金融數據上體現出來 盧曼數據說這麼大一筆錢 即使放到全球金融市場 都是一筆極其龐大的巨款 理論上是根本找不住的 它到底在哪 這件事的重要性對接爬來必然面臨的 中美金融對決來說 真是如何高估都不過分 魯曼沒有給出答案 但他給出的信息已經足夠驚人 微博上很多人都在問 錢去了哪 很快魯曼被微博禁言 但推特上的網友就膽子大多了 認為錢進入了中共高官的後袋 留言說肯定藏在瑞士銀行 最近德州準備禁止中國人買地 就是因為美國發現大批中國富豪到美國買房地產 最近愛爾蘭繳停阻改國的黃金簽證 據信有預久成申請都來自中國 日本沖繩黃島被中國人買下 也反映出類似的問題 中共移密管制之下這些錢到底是如何流出中國的 中共兩會將在下月舉行 輿論認為百發運動令北京當局面臨新的危機 女澳學者袁紅冰2月17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最近從中共黨內傳出來的消息是 本來習近平力強他們 還希望國務院有一批李克強時期的中高級官員 事務性官員能夠流下來 幫助新的一家這個國務院領導 結果這些高級官員自己主動退出 中共內部人士說 實際上那也是一種躺平式的抗議 袁紅冰說 在習近平所挑選的新一屆常委的領導下 中國是不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 因為常委中的七個人 除了李強是中專身 其他基本都是共同兵學生 他們根本就沒有對現代經濟 現代法律真正濕入的了解 在他們的治國理政之下 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大崩塌 袁紅冰說 所以中共內部所謂名字的人 現在都不幫他們背鍋 不為他們背書 這是中共內部政治邏輯發展的一個最新動態 袁紅冰表示 習近平的威信極大地下降 各地甚至編了很多關於習的笑話 用黑色憂悶來諷刺他 今時習近平感到一種極其嚴重的 個人歸信的危機 港媒此前報導 在3月份舉行的中共全國兩會上 中共政府高層人員將行見大換血 假設李克強時期的國務院 就令到陳一個不留 部位受腦疫將大部分更換 這種大規模的人士清洗 被認為是中共國務院歷史上 從未有過的 2月14日中共黨媒新華社 發表了評論員文章 評論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 候補委員和散步級官員研討班 開班式的講話 全民一共出現了26次鬥爭 習近平強調中共黨內面臨嚴峻複雜鬥爭 前所行見 2月17日星期五 五個大樓的一名高級官員說 中共最高領導人很可能事先不知道 穿越美國的間諜氣球 這樣凸顯了中共軍隊的最高民職 和官司領導人之間的訓練 一位不變據名的北京媒體人 化名為天明的高幹子大隊大紀元表示 當局現在的政策弄得人心惶惶 誰都不要過一旨 習近平自己也不要過 據他披露 中共高層可能有大事發生 2月16日星期四 金融大惡喬治索羅斯在德國的 毛尼克安全會議上致辭時 發出令世人震驚的預言 雖然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目前掌控所有的鎮壓工具 但他不可能長期掌權 他的政治軍事強權夢想也不會實現 而且中國還將面臨權更替或革命 2月19日是鄧小平去世26週年 然而在中共各大喉舌上 幾乎找不到相關消息 中共生華網、人民網 中國軍網上沒有相關文章 只是在微博上有幾家姑媒回顧了 鄧小平申請幾句話表示紀念 不過在推特上 很多網友結合當下對鄧小平的功課 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大陸著名維權律師 蒲治強在推特發文 他說2月19日鄧小平的日 改革開放一國兩制 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他的政治遺產 哪些被繼承了 哪些在發揚光大 對今天的中國他會意外嗎 但網友們對此評論 他幾乎可以說在一邊 一位網友說改革開放不是他搞的 充其良知是個支持者 八九屠城則是十足的賀子手 縱容他家人貪腐不是貪官 還有人說這些都是權宜之計 不忘初心才行精髓 一位表示他才不會意外 今日的一切都是他密系的種子 他的主子就是維持共產黨的領導 經濟的部分自由化是迫不得已 是世界推著中國在前進 另一位亦說他做所謂的改革 就是為邪黨的共產黨續命 為這個獨裁制度續命 其他網友說 四項基本原則鋪好了 今日大倒車的方便之路 還有人說 歸根舊大一切都是為了 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自此至終到了現在直到永遠 對於推特上 有人將鄧小平稱之為一代委員 有人表示鄧拒絕否定毛澤東 拒絕中國民主化 軟禁著將民主改革的趙紫陽 扶持強硬派江澤民上台 試圖通過摩石頭過河 找到一條又能發展經濟 又能維持共產黨獨裁統治地位的道路 今日的一切證明了鄧小平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還有人說共產黨在人類歷史上就是一場災難 觀眾朋友對鄧小平和習近平的歷史功課 你是怎麼看的呢?歡迎留言給我們 好了今天的第一時間又要跟你說再見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請你訂閱點讚留言 並幫助轉發這個頻道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